木发情的229天 昨天我们从集市管理员大爷那儿 掏出话来 原来木发上的新家具 都是出自主岛屿霸老板之手 得到消息后的我们片刻都没有停留 就直奔霸老板所在的主岛屿 前往拜访去学习 500海里才能抵达 这说近也近说远也远啊 主要是今天是逆风 虽然船上按着两个动力引擎 但是我感觉船速依然很慢 也可能是我想尽快见到霸老板 学习技术的极限心理吧 OK加满木板 慢慢航行 肯定能抵达的 好了时间也不早了 该搞点饭吃了 走 哎秀妹子不在屋里 正好去冰箱拿两块肉 用来做饭 这冰箱里怎么连个肉渣渣也不剩了 肯定是被秀妹子吃没的 哎也不说吱一声 我好准备其他饭呢 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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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 是秀妹子 他这要干啥 难道没吃的了 把鸡给盯上了啊 不行不行 秀妹子 停停停 啊 浪哥 我说秀妹子 你捉鸡 这想干啥呀 人家 没东西吃了 嘿 你还有理了 这鸡 不许吃 啊 啊什么啊 你啊 整天受伤 咱留着他们下蛋 给你治病救命呢 赶紧把鸡放下 哦 可是浪哥 咱们木筏上 没吃的啦 我好饿呀 头都有点晕了 哎 好吧好吧 真服了 你这样吧 秀妹子 你先去床上 休息休息 我来制作鱼钩 钓鱼给你吃 哎 之前走的急 木筏上的基础设施 都没有完善 材料也没有多少 我呀 又要开始 打捞垃圾了 哦 开工吧 生存了这么久 小鱼钢的制作 很简单的 需要木板和绳子就行 OK 成了 来吧 小鱼们 统统上钩来 嘿 哎 有一上钩 嘿 是一条 螺飞 只是这样子 和颜色 怎么和以前的不一样 算了 扔了重新来吧 哦 嘿 哇塞 运气超好 我钓上一条 大个三文鱼 哎 等等 这鱼怎么也有问题 这颜色 这伤口 难道说 被其他鱼类攻击了 哦 应该 不会影响使用的吧 这么大个 丢了也可惜 好不能才钓上来的 走吧 考上看看 一般熟透的东西 吃了都没事 哦 哎 烤好了 我来看看 嗯 烤出来的跟以前一样啊 这不没事吗 可以吃 小妹子 小妹子 开饭了 想朋友们的烤鱼哦 来了来了 浪哥 嗯 嗯啊 秀妹子 你先在这吃着 我去前头再钓上一些 嗯嗯 还是浪哥最好啦 嗯 嗯 哎呦 我的肚子 呦 好疼呀 是秀妹子 秀妹子 哎呦 你这是怎么了 哎呦 浪哥 吃完你做的烤鱼 我的肚子就好疼呀 哎呦 不行了 不行了 浪哥 我得去到厕所 你 你千万不要过来 这 突然的肚子疼 难道真是这鱼有问题 哎呦 浪哥 我吃的鱼 我吃的鱼和平时吃的一样 会有啥问题呀 不不不 秀妹子 生鱼是这样的 我去浪哥 这鱼一看就生病了 你怎么能拿给我吃呀 啊 生病了 秀妹子 你再看看这些鱼呢 我的天 浪哥 这些鱼都有病啊 而且 看着都有毒 你是从哪儿掉下来的 从 大海 哎 秀妹子 这些鱼变成这样 多半是海水出了问题 啊 浪哥 那要怎样 才能知道 这海水有问题呢 这个简单 秀妹子 来 看看咱们脚下 哦 浪哥 我知道了 你是想用梦长的草 来做实验 哦 对 秀妹子 一会儿 咱们就知道结果了 嗯 浪哥 浪哥 你快下来看呀 来了 秀妹子 我的天 这小草 全都枯萎了 那这证明 这片海域的海水 确实有问题呀 啊 我大胆猜测 这片海域 应该遭遇了 某些污染 哦 还有 之前 你记不记得 管理员大爷那里 有很多垃圾桶 还要实行 垃圾分类的事情 哦 难道 跟这里的海域有关 哦 这 我也不知道 嗯 不过秀妹子 从现在开始 咱们绝不能再吃再喝了 先抵达 爸老板的主导语再说 啊 不吃不喝 无情 嗯 嗯 中文字幕——YK